好了 我回来了 搞了另外一种鸟巢 刚才说到哪儿 说那些女厕所的事 对不对 说我们父权制 想抢见你们 我们不需要打扮成女性 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搞那种跨性别手术啊 不需要 这个你先搞清楚吧 首先我们不在乎你们的厕所 对吧 刚才也是了嘛 另外呢 我们想抢见你的话 你去看看数据吧 大部分女性是不是被我们直男强奸了 而不是说被一些跨性别骚扰了 或者怎么样 对吧 就是不是说完全不会发生 跨性别人会骚扰女性 会的 但是你去看看到底危险的人是谁 那是父权制的直男 好吗 我们想抢见你的话 我们会怎么搞 按照我所了解的数据啊 大部分女性被强奸的话呢 是认识强奸自己那个人 那个直男 大概是 好像是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就是要么是同事 要么是朋友 朋友的朋友 或者是一起出去玩啊 刚认识的啊 或者是甚至家人 亲戚啊什么的 各种自己圈子里面呢 或者是认识的一起玩呢 抢见你 把你约出来约炮 或者是约到酒吧 给你下点药啊 或者是不下药 帮你带回家 你说好啊 回去可以啊 给你看个电影 但是我不想怎么样啊 那就抢见你了 这个是我们干的事 我们负全职 我们不需要打扮上女性 这个你搞错了 我们不需要放弃自己作为男性的这些特权 一等人嘛 你先搞清楚嘛 我们认为作为负全职 我们是一等人 我们不需要打扮上五等人 八等人 去把你一个二等人去抢见 我们不需要 但是根本没有这个兴趣 更别说做手术啊 可那种跨性别手术拿一个直男 会做那种手术为了骚扰你 光明磊落 去骚扰你不就行了吗 那种事情还少吗 但是我们想让你注意到什么 你的女厕所会不会有一些 跨性别人在那上厕所 洗手什么的 你要是注意到了 你要是跟我们这个思路 好像攻击那些跨性别人呢 你上当了 不好意思 你蠢 你幼稚 你被利用了 只能这么说 你搞清楚一下吧 你在负全职 作为女性 你是二等人 我作为负全职下的一个男性 我是一等人 跨性别人是什么 难道也是一等人吗 Nope 难道是二等人吗 Nope 是五等人 六等人 七等人 八等人 我们压根都看不上 一个跨性别人呢 愿意 承认自己是 这么一个 比如说一个本来是男性的人 愿意打扮成女性出门 他或许有一部分人 他确实会以这种新的这种身份去骚扰一些女性 但是大部分人 他只不过会提高自己被一等人 被我们负全职下的这些直男 被他们 被我们强健的概率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说好像 你变成了一个跨性别人 你就 你就更方便去强健其他人了 而是你变成了跨性别人 你更方便被我们强健 我们会强健二等人 你女性 我们也会强健五等人 六等人 六等人 七等人 那些跨性别人的 你别以为一个直男 他会放弃 一等人的那些待遇 去把自己搞成了五六七等人 去骚扰或者强健的一个二等人 这个逻辑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Turf不懂 这个逻辑很简单 不是吗 这个仅仅是厕所问题 什么监狱里面的那些 或者是我再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这个厕所问题呢 我不是说好像一定要让他们上 我就是说 这个问题也可以很理性的 很文明的讨论好吗 不用好像把那些跨性别的那些人 本来就不容易 对不对 不安全 各种被强健什么的 不用把他们说成 好像他们是 失害者 加害者 不用好像把他们说成 你要害怕他们 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不要搞三种厕所 对不对 一个给男性 一个给女性 一个给你 愿意上你就愿意上嘛 可以考虑 对不对 但是不用好像把他们说成 失害者 好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这个厕所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说的厕所 哪一个挤右派的人 哪一个保守主义者 好像会在乎 在乎 监狱里面的人 你说 美国的那些监狱员 是不是有点多了 是不是里面的人 有点多了 就各种 因为吸毒啊 因为那种小case那种事 什么 three strike law 什么的 就被抓进去 让你坐20年的牢 然后突然说 哎呀 我们很在乎里面的人的安全 在乎吗 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幼稚了 不在乎 我不是说好像 一定要把跨性的人 跟女性放在一块 也不一定要把他们 跟男性放在一块 我觉得这些可以很文明的 很理性的去考虑 因为确实值得考虑 对不对 就是我无法换位思考 想象我是跟女人 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可以尽量 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 对不对 我同样 我也做不到 考虑那种换位思考 考虑我是不是一个跨性别的人 那种感受 我做不到 但是我可能会觉得 如果说你是一个 出规 愿意打扮成女性 或许都做过手术的一个人 然后你进了一个 如此暴力的一个环境 一个难见语的那种环境 我可以想象 你或许会觉得有点不安全 因为我不是刚才说的吗 跨性别人呢 他会一跨这个性别之后 一当一个trend之后 他会提高自己被强奸的那个概率 对不对 而且监狱里面呢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 一些 怎么说呢 没有那么 暴力的男性 或者是身体来说 比较脆弱的一些男性呢 也平时作为直男 也不是说好像打扮成女性的 也会被强奸 被直男强奸 在监狱里面的 对不对 我们父权制 虽然我们都是一等 但是这个一等里面呢 也会有不同的一种等级啊 比如说在监狱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有一些 一等以上的一些一等 他们也会强奸一等 一下的一些一等 你说你作为一个六等七等 八等的一个跨性别人呢 你会在那种地方觉得安全吗 我可能会觉得比较选吧 我们不用把他们说成 失害者 加害者 这是第二 第三说了什么 哎呀那些体育比赛 我先说我也觉得这个话题比较复杂 我也觉得如果说你活到二十岁 对吧 然后你这个这个puberty 做完了 你的肛丸技术那么多 然后你突然发现了 我要当一个跨性别人吗 我要当一个女性 我要参加一个游泳比赛 我以前是搞游泳的 对不对 我知道我们这些游泳的人嘛 有两种 两种比赛 男性游泳 就是比女性要快得多 无论那些女性有多快 但是总有一些男性会比他们快 因为身体不一样嘛 让一个男性突然在女性这个圈子里面参加比赛 我也会觉得是不是对那些女性不公平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我们可以理性文明讨论 我们可以说 要不要去 首先我不得不说 我不知道那些 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他们把体育比赛想象成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你要确认 每一个参加女性比赛的人都是个女性的话 我都不知道你要按照什么标准去确认 你的意思是说参加比赛之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脱裤子看吗 还是参加比赛之前你要捡血吗 你要看一看吗 就是这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呢 就是很明显是特别值的那种女性或者是男性 可能不是个问题 但是或许也会觉得是问题对不对 是按道理来说 你不是所有人都得看吗 不是说因为你长发 因为你附和有一些那种非常肤浅的一些那种标准 我们都觉得你是女性 所以说不用看你下半身 或者是不用你捡血了 这样不行对不对 作为一个公正的一个公平的社会 对不对 都要看 我不知道会不会那些人会觉得好像 自己这种性受害了 对吧 打个比方 好像有一种传言 中世纪某一个教皇 其实是个女性 我不知道这个真的还是假的 这是一种传言 对不对 民间的那种传言 但是说 好像 梵蒂冈 他们从此之后 每一个教皇 都会 或者是每一个要当教皇的人 都会让他坐在一个椅子上 那个椅子中间有一个洞洞 然后 让他坐上去不穿裤子 然后从下面看 有没有一个东西在那屌 这就是有没有屌吗 你说这样是不是有一点 害了那个教皇的 那个将来是教皇的 那个人的自作性吗 我会觉得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特别在乎 所有那些参加女性比赛的 那些运动员呢 都是女性 你应该全部都要看 对不对 你怎么看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实在的问题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考虑 但是可不可以文明理性考虑 而且可不可以在乎 其他人的自作性 对吧 第二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说 这个可以比如说测一个高丸激素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 这个是关键 可以测 但是问题是 有一些女性 确实实实在在的女性 你可以去搜 她就是生下来 就是高丸激素是超标的那种 比男性还要高的那种也有 年年都有那种案子 就是一些 比如说跑步的呀 或者是参加其他的那种比赛的一些女性呢 长得比较 比较装 比较装 跑得比较快 人可能 你们记得上次那个奥运会 不是有两个 我忘了是跑步的 还是那种 那种快速徒步的那种 走路的那种 你们记得吗 那个时候也不是整个微博都在嘲笑那两个女性 因为他们长得 或者是按照那些微博上的用户的标准 他们长得像男性吗 觉得脸比较宽 然后就好像是这个下巴比较比较突出啊 然后就整个身体比较装啊什么的 就是说那两个人明明是男性啊 还让他们参加女性比赛 问题是有一些女性就是那样生下来的 就是你可以去搜 这个是事实 那那些女性呢 生下来就是高管技术比较高 或者是长得比较壮什么的 你允许他们参加比赛吗 还是你会质疑他们 你会说你不够苗条 你不够长发呀 什么温柔啊什么的 我们不愿意让你们参加比赛 确实有这种案子 连连都有 你说那些人 本来生下来就不符合你的标准 对吧 各种审美什么的 也像要跟男朋友啊 女朋友啊也像参加那些什么去去去酒吧啊喝酒啊 但是长得就像比较像个男的 对不对 结果呢 唯一一个优势就是参加一些那种那种体育比赛 对吧 唯一一个这个身体这个特点给他们带来的一个优势 就是你跑的比较快 假如说对不对 你跑了之后呢 别人说你不能跑 因为你好像是个男的 你说我不是个男的 我是一个高网技术比较高的一个女性 你又怎样 不让你参加 我是说这种问题很复杂 就像我最开始说 所有那些 性别研究那些 那些 那些题材 那些话题 你要是去真正的去考虑 它都会比较复杂 你可以认真的 你可以理性 你可以文明考虑 你会发现 很复杂 你不用在那喊 好像一些男性 为了 为了 拿到一个游泳 女性游泳比赛的一个冠军 会把自己打扮成女的 或者是甚至做手术 这个简直是扯淡 不好意思 如果说你这样认为的话 那只能说你完全不了解男性的心理 你不了解负权制 首先 我们负权制 我们不在乎你们女性的那些比赛 不好意思 这个我真的 我们不在乎 这个可以证明给你 拿一个 我们就说那个 最成功的 足球 很赚钱 对不对 最成功的 踢球的那种明星 大明星 我们就说一个Ronaldo Messi之类的 对不对 他赚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这几个亿 对不对 欧元 最成功的 一个什么 Megan Ratnau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他的名字 那你大概知道的 一个什么 美国队的一个队长 女性的 踢球的一个明星 你说他 他赚多少钱 是几个亿吗 Nope Nop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负圈制 我们不在乎 那些广告商啊 什么的 都给点面子啊 给一点点 但是 挣了八斤的钱 大钱 我们都会放在 我们 挣了八斤的那些 体育比赛 这个你先想清楚了吧 不要觉得好像自作多情 一些直男 负圈制的一等人 为了拿到一个二等人的一个冠军 会把自己搞成六等人 你搞错了呀 你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些Turf 为什么那么吞 如果说都 决定了 自己 好 本来生下来是个男性 但是后来发现 不对 自己 自己其实心里觉得是个女性 然后 出归 然后 面临了 所有那些不好的那些事 自己被强健 高率比较高 对吧 你可以去搜 跨性别人了 他们平均的收入是多少 没有我一等人高 没有你二等人高 五等人 六等人 这是事实 就是他不会因为他跨性别 所以说他提高了自己生活水平 客观来说呀 在生活 社会中的地位 没有提高 是下降的 有一些人或许 做了这一切 然后就觉得 好 那我现在那个 吃了那么多亏 好 我去参加一个什么女性的那种游泳比赛 我跟其他的那些姐妹 我跟他们一块 我不是不能理解这种心理 如果说他都拿到了一种冠军 我不是 不是不能理解他高兴了 我们可以考虑 要不要让他参加 我们可以考虑 要不要让那些 高玩技术比较高的那些女性参加 我们可以说 体育 大家都在那喊着什么公平公平 其实体育它的本质不是公平 哪里是公平 有一些体育 有一些那种sports 你身高比较高 你比较容易成功 对不对 比如说篮球 你别试试 或者说你一米五的话 你可以玩 但是你进不了 进不了NBA 这个是事实 对不对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体育 你比较矮一点比较好 对吧 这些是生下来的一些优势 不是说像你这样的练得很成功 练得很厉害 练得非常认真 所以说你一个一米五的一个矮子 我是说 负全职的我是认为你是一米五的一个矮子 你可以参加什么那种NBA的那种篮球队 不可以 不好意思 那就是说 其实体育 它的本质就是人跟人 生下来就不一样 有的人肌肉比较发达 再练一练就是特别发达 但是有的人是 生下来肌肉就不是那种肌肉 再练也不会变成那种 那种那种 好像肌肉男 或者是再练也不会变高 这个就是事实 那么我觉得 像比如说Matt Walsh那种人 在那说好像 他很在乎女性比赛 女性体育比赛要公平 首先第一 你这位Turf 你想清楚 他在乎吗 负全职 他在乎你 这些女性体育比赛吗 Nope 一点也不在乎 那个是给你们 给你们玩的 真而霸净的体育比赛 那个是我们男性搞的 一等人 这个你先搞清楚 如果说他像Matt Walsh那种 保守主义者 那种挤右派的那种人 跟你说他好像很在乎他有公平 或者啥 你别上当了 真的 你别那么幼稚 你别那么蠢 他不在乎 他在利用你 说什么公平或者啥 体育本身 他有一些不公平 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有一些 Boxing 或者是举重 他包括在男性 这个范围里面的 他会分那种weight class 对吧 他会说你的体重是多少 不能一个120公斤的一个男的 好像搞那种boxing 跟一个60公斤的一个男的 不能 虽然两个都是一等的那种男的 但是体重不一样 所以说不是一个一个级别的 对不对 可以这样考虑啊 你可以考虑的那种解决方式很多的 但是你不能说好像 你真的认为一等人 我们夫权制的那些男性 我们为了拿到一个二等人的一个冠军 我们会把自己搞成六等人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呢 你是蠢 不好意思 或者是你是Matt Wallace 你想骗那些turf 是这样 还有什么那些turf比较怕的 就是你的pronoun 对吧 he she they 什么的 我不知道一个女性 一个本来是男性的一个 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一个跨性别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 他自称she 就是女性的他 对吧 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女性 为什么会觉得 好像这个这个冒犯你吧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你当然可以 你可以把任何事情冒犯 但是有一些冒犯的 我会觉得 很很没有意义 对吧 你就说 好吧 他想他想当一个she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she 但是他想当一个she 你就接受了吧 有那么难吗 好像你自己的这个she 会受影响吗 好像不值钱了吗 我跟你说 作为这个负权制的男性 我们认为你本来这个she 也不值钱 因为你是二等人 那个人从一等人 希望他的称呼 是一个二等人的称呼 你还觉得被冒犯了 你真的是幼稚了 不好意思 而且 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媒体 会把跨性别这个问题 怎么称呼啊 让他们上哪些厕所呀 让不让他 允许他们参与一些旅行比赛呀 或者是电狱的问题呀 如此类的问题 会把它说的特别大 就好像那些 首先那些跨性别人呢 他们好像影响力很大 而且他们人很多 就好像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多 我看之前那个 忘了那个人 Bill Maher 叫马儿是不是 一个什么主持人 好像说50年代 好像跨性别人是百分之多少 然后60年代又多了一点 然后70年代又多了一点 然后最近又多了一点 然后好像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呢 再过30年我们全部都是跨性别人 或者是我们全部都属于这个LGBTQ这个圈子 因为这些数据变得越来越多 我在想 这个 这个好像这个说法 它的含义是什么 它的含义是 好像有一些跨性别人 或者是一些LGBTQ的人嘛 它是跟着一种fashion 对吧 它其实不是这么八经的跨性别人 而是他觉得我这样比较帅 我本来是个男性 然后但是我要打扮成女性 我要出门 我还要做手术 把我的鸡把剪掉 对不对 然后我出门 然后我那样比较帅 我那样比较受欢迎 这是一种fashion 或者是 我们不说跨性别 我们说我要当个gay 对不对 我本来是个直男 但是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 那么多男性跟男性的 所以说我要出门 我要吹个鸡把 我跟你们说了 我会说的比较难听 对不对 这个就是父权制 我们用词的一种习惯 吹鸡把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认为 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们一等的这些 父权制的这些直男 因为看了一些广告 因为看了一些电影 因为看了一些 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会愿意去吹鸡把 或者是去怎么样 或者是把自己的鸡把剪掉 当个六等人 你搞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那么幼稚了 这些跨性别人呢 不会因为是一种fashion而变多 哪一个直男会认为因为是一种fashion 所以我要当给跨性别人呢 你给我找一个 他们变多是因为以前他们不敢出规 因为觉得不安全 最近觉得安全了 所以他们敢 那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是一件坏事 他愿意承认 或者是愿意 以自己的 他自己认为真实的身份出门 然后其他人说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多呢 是不是以后我要变一个 一个变性别人呢 一个跨性别人呢 不会的 你问问随便一个 你身边的一个直男 我们父权制的那种直男 你会不会想到一个跨性别人 很酷 你会很帅的 不会 你要不要出去试试 跟男性 不会的 为什么那些TURF 为什么那些人不了解我们 我们那种父权制 我再说一遍呢 你们的敌人是谁 是我们 是我们这个体制 那你应该了解的对象是谁 是我们对不对 你最应该理解的 了解的 你不了解 然后你把注意力放在那些 可怜巴巴的那些跨性别人呢 我说可怜巴巴呢 因为跨性别人 本来就不容易 对不对 出归了 或许你的家人不同意了 你还要跟他们断绝呀 什么的 你会受到各种打击 你或许找不到工作 这种事情不是说 好像因为西方 有多么的稳定 或者啥就不会发生 你的工资平均会 会比其他很低 你可以去搜 这个是事实 你自己被强健的概率会变高 这个也是事实 然后你觉得哇多帅呀 好像一些直男 会放弃自己一等人的 这种身份 你当个六等人 七等人 你搞错了 还有一个话题 Matt Walls在那利用的一个话题 就是你作为社会 你允许小孩 在什么年龄 如果说他们发现了 我是一个比如说 12岁的一个小男孩 但是我发现其实 我认为我是个女性 你允许社会 什么时候去 比如说给他们一些药 让他们比如说那种 puberty blocker 让他们 这个 鸡巴呀 不要脏啊 蛋蛋不要脏啊 然后你允许他们 什么时候做手术 什么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 很复杂的话题 对不对 因为或许 真的是 一些 年龄比较小的一些小孩 他可能会是一种阶段 对不对 可能会是一种年龄段呢 他那个时候不太清楚 自己是不是个男性 是不是个女性呢 你如果说 听他的说 好 那你现在8岁 12岁 你认为自己是个女性 那我们给你做手术了 或者是我们给你下药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就按照你的要求吧 或许 如果说这个是 他坚定的 他20岁 还是觉得这个是个女性 那是好事 对吧 因为你没有让他 过那个 好像会 缠 缠很多 高管技术的那个年龄段 对不对 puberty 而是他比较简单 对吧 但是如果说 他是一种年龄段呢 就是到了14岁 觉得我还是个男性好了 那你那样的话 是不是害他了 确实 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觉得没有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种答案 对不对 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情况也不一样 对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文明 理性考虑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 好像我们在那喊 有一些那种 grumer 有一些那种坏人 LGBTQ的那些 圈子里面的那些人 希望好像跨性别的孩子 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给所有孩子下药 就是先跟你说 当然跨性别人 是现在的fashion 然后给你下药了 然后给你做手术了 其实你根本不是 你20岁要后悔了 或者是30岁 你就后悔了 那种case或许存在 对吧 反过来的case也存在 我觉得我们可以理性考虑 文明考虑 为那些人考虑 而不是说我们在那喊一些口号 好像Matt Walsh很在乎小孩 很在乎那些跨性别人 不在乎 不在乎女性 也不在乎她们 她是一个典型的 我们父权制的一个 一等的 认为自己是一等的一个直男 跨性别人到底是多少 我刚才说了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力 你说那些媒体在那 好像把跨性别人说的 好像有特别的影响力 你给我找一些 好莱坞的一些大片呢 哪一些影响力是跨性别的 你给我找一些明星 一些那种唱歌的呀 或者是一些 我也不知道一些 各种各样的那种明星呢 各种有影响力的 各种政治人物 你找找有多少个是跨性别的 其实甚至你在人口中找 你身边或许认识一些 但是平均 它的就是具体的数据 我们不知道 具体的这个人口上的这个概率 这个跨性别人的概率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在美国 我去查了一下 不到1% 大概是0.5%左右 英国说的是 具体也不知道 但是大概也是 德国大概也是 你说一个如此小的一个群体 而且如此脆弱的一个群体 如此六等七等的那种群体 你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你要欺负他们吗 就是我真的觉得 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一种道德观 一种价值观 我会觉得从价值观 我已经看不起你了 你应该欺负我们 对不对 你应该往上面打 负权制我们 而不是说你往下面打了 而且你 我们把那个道德观 我们把他放在边上了 你还是傻 你还是蠢 你还是上当的 你上了谁的当呢 Matt Walsh 那些人 Ben Shapiro 那些人 那些几欧派的 那些保守主义者 怎么上当的呢 他们把注意力 整个注意力 我记得 包括16年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 美国大选的时候 各种媒体文章 一直在那考虑 一直在那讨论 那些女厕所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一直在那说 哎呀 跨性别人要上女厕所呀 会不会强奸呢 一直在那吵这个话题 就好像你要选民主党 Clinton 那个时候 好像所有的女厕所里面 全是那些 要把你 抢奸的那些男性的那些 跨性别人 我们的那些 所谓卧底 然后吵啊吵啊 然后完了 然后搞了一个川普出来 我不是说 这个是主要因素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 那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把你们的注意力 放在那个事情上 把那个 把你们的注意力 放在那个 特别脆弱的 那个小群体上 那些 跨性别人身上 最近发生了什么 这个话题 我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频道上面 就是美国 最高法院不是把全国的这个堕胎权取消了吗 Roe v. Wade 对不对 你说谁高兴了 我去看了 Matt Walsh Matt fucking Walsh 和他的那些人 以那种 pro-life 那种 那种 旗号 在那庆祝 而且 他不止 庆祝 这次这个决定 而是他说 你可以去看 去看他的Twitter 他说他希望全国禁止 彻底禁止 堕胎 你说他是不是拍了一个片子 说What is a woman 什么是女人 没有遭到答案 因为他心里已经知道 他想欺负的对象呢 其实根本不是那些跨性别人 跨性别人 我们直男 我们负全智 本来就不会放在眼里 他们是六等人 七等人 记得吧 他想欺负的是 你们二等人 先让你们这些Turf 纯刀家的这些Turf 把注意力放在跨性别人身上 同时 搞那种事 堕胎权 没了 你们是不是傻逼的 我说傻逼 你们是不是傻逼的 是的 真的 Turf 傻逼的 上当了 一个保守派的 一个Matt Walls 就这样玩你们了 我真的看不起你们 Turf 我不点名 我再说一遍了 我的那个网友 我依然觉得他有好感 我觉得他不了解这些 真的是 他跟我说 哎呀我这是转了呀 我不知道Matt Walls是谁 我在想你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自称女权主义者 你应该知道你的对手是谁 对手就是那些 那些保守主义的 那些极右派的那些男性 好吗 Matt Walls Ben Shapiro 那些人 然后你不知道 你在那好像 好像有一个什么 女权主义的一种偶像 然后就够了吗 Nope 你不要 你了解偶像是OK的 哪怕你的偶像是一个人渣 对不对 一个说什么 跨性别人是害虫 对吧 这个我觉得已经有问题 但是你不了解你的敌人 你不了解你的对象 你不了解父权制 你去了解一下嘛 我希望我这个视频 我说了一个小时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 把他们分开发 两个半个小时的视频 我希望有一些女性 可以想得更清楚 你们在我们眼里 在我们这个父权制的眼里 你们是二等人 跨性别人呢 二等人不如 三等人 四等人不如 顶多是六七八等人 你们不用欺负他们 你们不用把注意力 放在他们身上 他们已经够不容易了 你们把注意力 放在我们身上 放在这个制度身上 放在Matt Walls Ben Shapiro 那种人身上 要不然的话呢 真的你们只是傻逼了 不好意思 说完了 大概就这些吧 祝女权祝你这好意 而且 No 祝那些跨性别人好意 好吗 真的 我曾经说过 我以前也是个homophobe 也是各种排斥跨性别的 就是心里啊 我们整个长大的环境 都是这样的 但是可以改呀 我也努力 好吗 我这种直男 我也努力 你也努力 好不好 好吗 其他的那些 还有解决的那些问题呢 理性 文明考虑 好 我说完了 Peace Peace 瘋